我們會做到說你可以回去把你做好的彩球各種應用 放在水槽裡面 給它抓個勾子 吊起來 或是放在你的食物台下上 這都可以給大家參考的應用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發問 沒有問題啦 我就自己先發問 喔 有人請說 我買過的東西都在玻璃有內地的經驗 這樣要怎麼養肌 古兵的那種食材食物 它有兩種 有一種就是它 純粹三成食物 有一種是它是像土培一樣的 就是完全密封水的 那如果你是買到那個土培 下面有像果凍的那一種 它就比較難處理 最後還是要把它打開來 然後把那個像果凍那樣去擠乾淨 然後用很小心的方式去栽動它 讓它慢慢適應到皮膚外面的根本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說它只是一個純粹的玻璃道器 那你就要觀察 假設它如果還在那個玻璃道器裡面 能夠繼續存活 還有生產空間的話 植物沒有變得越來越弱的話 它OK就不用碰它了 維持嚴重 你只給水散開來就好 那如果說它長越來越爬 可能就要把它挖出來 然後來做整理 那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到這部門還有一個影片 拍照給我的話 再跟你講 大概後續要怎麼處理 好不好 那再配食材食物 最常人問都是 欸 老闆啊 我種了一個食材食物 是不是家裡 方圓百里 四周不會的一隻蟲 不會的 我跟你講 沒有那麼誇張 它是食物 它不是殺蟲器 如果真的是那樣的話 你要小心那食物多可怕對不對 所以就不可能啦 雖粹不是殺蟲器 要注意喔 還有人會說 食物如果不吃蟲 會不會餓死 事實上不會 因為它還是食物 它還是會行光而作用 那苦蟲 不是 因為像是不肥的道理這樣 給它一些 它所不足的養分這樣子 好 那 台灣有哪去延伸的東西 大概有多四個 其實還有更多啦 最常見的 你有去爬山就會看到這個 這叫小毛丹海 在陽明山啊 七星山啊 五子山啊 都會看得到它 那還有就是 川月毛丹海在新竹那邊 還有這個 長夜毛包菜 在金門 新竹都有 還有唐巨蟲 還有唐巨蟲 大概就是四種啦 其實還有剛剛那個 梨藻 失業 失業梨藻啊 框花梨藻也都是 好 那我們食物給我們的啟發喔 基本上來講 現在大家的生活環境不太好 那你講那個食物這麼厲害 它本來都是 一般的食物都是等著被吃嘛 被其他動物啊 昆蟲上吃 食物是非常趕過來去吃人家 所以說它懂得不改變它自己 在面對逆境的時候 生長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下 那有辦法就可以去面對這些特性 所以它會改變自己的心態 所以說食物之物它都做得到 那我們就不要怪自己 煮的環境不好 那就問問看你願意為你的好生活 能夠改變做得到 那食物都做得到 那我們應該也做得到 那終於到了 有獎金牌 有五位齁